環保團體今天呼籲關注臺灣媽祖魚 也就是白海豚的生存危機 環團指出臺電第五天然氣接收站的計畫 是位在臺中港的外擴體 將會構建出大港灣 如果白海豚誤闖的話 恐怕會迷航死亡 海面上出現兩隻浮出的白海豚 這是生態顧問公司在臺中港外海 拍到的畫面 環保團體指出臺電為了興建 第五天然氣接收站 將興建總長3685公尺外擴體 將形成一個相當大的港灣 若瀕臨絕腫的白海豚誤入 恐怕讓他們的生存雪上加霜 上午時代力量立委 陳焦華與環保團體共同舉行記者會 毋於近期白沙豚媽祖起架 大甲媽祖也將於四月遭盡 除了蕭媽祖 也希望各界關心媽祖魚 也就是白海豚的生存危機 目前五階的開發案 仍在環評階段 經濟部表示仍在審慎評估 如何避免白海豚誤入 環團指出世界自然保育聯盟 青豚專家小組 最近注意到台中港外港區擴建的計畫 可能影響到白海豚棲息地 而在2017年的調查 估計白海豚數量約60隻左右 環團認為能源轉型不能不顧及環境正義 破壞海洋生態 呼籲開發案立即撤案 記者林靜梅朋友組台北報導